奥特曼的眼睛一般都是银色和黄色的 很少有别的颜色的眼睛出现 比如截到奥特曼的蓝色眼睛 好 一些奥特曼的眼睛是红色的 接下来就和萌萌一起来看看红野强者吧 1.贝利亚 作为奥特曼系列经典反派 他不仅邪恶 势力也很强大 每次出场都会让奥特曼的亚历山大 曾经横扫了光之国两次 都是一人之下 第一次败在了奥王之手 第二次败在了赛罗奥特曼之手 顽强的生命力 让所有奥特曼头疼 其实贝利亚原本也是好人 是不过为了追求更强的力量 而去触碰了等一字火花被驱逐 又被列布朗诺新人强行黑化 才编辞了如今的反派 是目前红烟反派最强的几个之一 2.黑暗扎机 黑暗扎机是模仿诺奥特曼制造出来的终极兵器 被称为暗黑破坏神 实力非常恐怖 并且还拥有不死之神 和诺奥特曼打的有来有回 是最强的黑暗扎 除了没有诺亚之意外 几乎和诺亚一样 黑暗扎机虽然一看就知道是反派 不仅拥有红眼强者的特征 加上周身缠绕着红色闪电条纹 成为许多小伙伴的最爱 3.奥特之王 奥特之王是奥特一族的王者 是凌驾于光之国所有奥特曼之上的王 也是光之国最强的一位 官方设定也是宇宙的守护神 虽然在各个奥特曼里都有出场 却还是非常的神秘 和别的奥特曼不同的是 奥特之王的眼睛却也是红色的 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奥特曼的特点 难道现在红眼都是实力的象征了吗? 4.卡米拉 卡米拉奥特曼眼睛也是红色的 作为远古时期迪迦的爱人 一出场就跟迪迦开始了PBM Play 吊打了当时的迪迦奥特曼 不管是人间体还是奥特曼都格外的漂亮 实在搞不懂 当初迪迦奥特曼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回归光明呢? 说不定现在成了神仙眷侣 孩子都可能有了 只可惜 如今的迪迦奥特曼是大谷 而大谷又有了丽娜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还知道有哪些红眼强者呢? 赶快在视频价帮留言告诉我们吧 赵华特曼三大秘书 评论点赞加关注